7月13號傍晚一場雞降雨 讓桃園八德區喬新新村淹大水 雞水高達50多公分高 造成民眾嚴重的財務損失 到這邊 都到這邊來 都淹到這邊來 你都淹到大腿喔 對啊 超過啊 他這個地方去 那你加電器什麼之類的有瘦剩 那麼快 那麼丟了五台咖啡機啦 電鍋啦 那什麼 臭水機啦 五台都壞了 這都壞掉 這麼誇張 你淹水也那麼高啊 水務局在這幾天 也聯網跟里長進行勾次會看 了解到淹水的可能原因 和排水水路被堵住 加上抽水機位呢 正常運作有關 水務局也特別派人過來瞭解 那我們當時判斷 研判就是說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抽水戰的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有一個抽水戰好像沒有正常的運轉 造成有雜物卡住 所以會有一個淹水的一個狀況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們橋新休息站就對面有私人土地在整建 整地 那後來我們有去現場會看看到他把那個出水口就是水路 水路把它封住了 那水路封住造成整個水系的話就受到影響 所以整個橋新新村89項 一夢 淹水 以前從來沒有這種現象過 水務局也強力的要求地主 一定要把這個 就是水系這個 出水口一定要打開 讓我們水路能夠通暢 那昨天有強力要求 那地主也配合了 那把這個打開之後就看到原來他們就把它堵住了 這個就可以證明他們是把它堵住了 事實上橋新新村歷經民國101年慘痛淹水後 當地里長和政府便積極改善當地的排水情況 但這次有別於以往是從社區後方的水溝滿出來淹水 而是從進封德路的社區前方淹水 因此水務局和里長在這幾天會刊之後 除了趕緊清淤 也決定將增設新的路面淹水感測器 以及抽水機狀態感應器 要重新覆局當地的防序管路 那我們今天水務局 理科長也派了很多的相關人員到現場再會刊一次 那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結論 就是在我們橋新新村這個社區 有增設這個淹水監測站 在路面增設兩個淹水監測站 其中一個另外遷到我們89項營用這個地方 另外在我們抽水站的部分 我們抽水機另外增設一個抽水機狀態感應器 來了解它的運作狀態 讓我們更清楚遇到下雨的時候 它所做出來的一個運轉是否正常 里長也表示 後續會協助這次淹水戶拍照存證 來申請相關災害補助 也期盼政府能早日完成相關防汛改善工程 為即將到來的颱風劑做好準備 不要再淹了 記者 劉雨婷 桃園報導